你可以不相信 但不可以不知 飛碟降落在地面 其實已經發生了 我是阿Moon 香港飛碟學會的創會會長 接觸了飛碟學研究有二十多年 我一百多月就去了美國 之後我是正正經經地去酒店 做行政 從2000開始就做freelancer 其實你一生最精彩的那些時間 你就這樣交給別人 但是你換回來就買了一層樓 我這些東西全部都不要 不想虛耗我的精力 總之用少少精力賺到錢 我留下精力就搞飛碟 如果說飛碟外星人的社會運動 真的從飛碟學會開始之後 我們才會約 其實我們現在不需要相信 你看所有的資料 都是指向有外星人 甚至是跟我們住在一起 只不過你們不覺得 很多專家都說 不知道住了多少百個 還會是上班出糧 你是不知道的 但是有些特色 你可能會查得出的 能量高一點 眼睛很有神 他們的面型是比較這樣的 當然香港最有名的 就是華富邨那個 因為真的找到靜人 還有說那個形容是很震撼的 你整個山頂 整個樓上面看到的天空 都被一個大飛船蓋著 飛碟降落在地面 或者很空洞地下來了 其實已經發生了 在白宮上空飛過 有雷達紀錄 當權的政府 都是很有能力 用他們的公關 他們的傳媒是蓋住了 為什麼在美國很多陰謀論 很出名的人都說 有星際藍隊 我也覺得太划算了 因為現在的煙幕 是去到 你們喜歡陰謀論嗎 行了 那你又中計了 我就不斷供陰謀論 你聽吧 很感動 然後你就迷失了 在各種的陰謀論裡面 外星現象 是一個 教育程式 是人類很大的一堂課 那堂課就是提升你的意識 營營一狗 我們搞的東西叫Expo 就是博覽會 教大家 或者進行一個方法 哪些東西是真 哪些東西是假 看清看錯 我們研究非外星人現象 無非都是想大家 擁抱不同的文明 因為外面比地上 更加甚麼都不同 不同得很厲害 現在就是要衝破現有的科學 非碟學最厲害的部分 其他科學都做不到 就是它衝擊現有人類科學的框 我們這群人聚埋 都是有一個同一個理念 就是要將這東西揚出去 因為我們經常都說這句 你可以不相信 但不可以不知道 digo大家 小 motiv 可以不相信 Теперь是人群人絆 叫它 雞肉